Hi 大家好我是趙洋 今天這一期節目 我要來跟各位介紹如何在這個 iPhone上面使用這個 最近很熱門的AI聊天機器人 CheckGDP 這是我手上這個CheckGDP 那目前CheckGDP OpenAI公司已經 把這個iOS版的APP 已經上架到這個Apple Store上面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怎麼下載以及使用 首先 我們看這個拿出 你自己的iPhone 然後打開這個Apple Store 那我們從Apple Store下載 那我們可以再按搜尋這邊 然後按搜尋 然後搜尋這個 CheckGDP G H A T G P T 那 按了之後各位要注意 現在他出現的這個都不是正版的 CheckGDP 這個都是之前搶先這個 要混淆四天的CheckGDP 那 最正確的是這個 各位要記得是這個 白底的圖案 白底的圖案大家可以 一直刷一直刷 這個也不是 這個才是CheckGDP 這個圖是白色的生產力攻擊 那因為我已經下載過了 現在是打開給各位看看 都要認清楚 這個是CheckGDP 它的 App的下載頁面是這樣 那 公司開發者是這個 OpenAI 大家要記住 這個是OpenAI 那 下面就是 它的界面非常簡單 那我們下載好之後 我們就打開 打開 它打開它的頁面就是這樣 那因為我已經 有這個 使用過了 給各位看一下它怎麼去設定 這六天 那首先你打開之後它要求你登入帳號 看一下Email的帳號 那也要經過這個 Email的認證之後 再確認這個 第二次的認證是 手機的簡訊認證 為了安全的設定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是設定 Setting 那 這個是 一般是這個免費版 這個免費版 那如果說你要付費的話 當然也可以 它功能會比較多 這個就是你 之前有用過的 的 的記錄 譬如說你有問過它什麼事情 這邊就有記錄 底下這個就是有記錄 那我們首先來看第一個 那到底它的準確性 到底好不好 那譬如說 各位可以看到 我就問他說 你能夠做什麼 他就給你回答說我能夠做什麼 那他我又問他說 黃色的就是代表我自己問的 那我做一下YouTube影片的文稿 他又回答說可以 然後我就 就測試他說 這個 Sony FX10相機的報導 那其實這個 Sony FX10 這只是傳聞而已 這個 原廠都還沒有發表 好 他就幫我 寫了這個 這邊導入的 文章報導 你看 等於說 他這個都是他自己 從他這個 訓練模組 之後的資料庫 提取出來的 他自己湊了一段 那根本就是 當然會有錯誤的啦 那根本就是 都是不對的 因為這個相關報導 都還沒有 只是在傳聞而已 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到了 原來 他也會 這個為什麼會產生 那這個就 Chad GPT他是 比之前的模組 像我們通常在用的Siri 他其實他也是AI的一種 只是他是片段式 他沒有整合性的 那這個是有整合性的 也會幫你把 因為他的這個整合性的 所謂整合性就是 你條件給的越多 相對的相加 疊加 更多的條件的時候 他可以把所有的他資料庫 預算出來的資料 可以做一個 統合整理 去刪減 那看起來就好像是我們人類 寫出來的文章 各位要記得現在這個 Chad GPT-4 他指到 整合式的文章 反映 返回給你 那現在像我這個 隨便送一個 假的 假的文章 議題給他 他就回答出來 其實這個都是他之前 譬如說有相機 Sony相機相關的報導 他搜羅之後 他去演算 然後得出來的結果 他把它湊出來而已 所以各位不要以為他是多厲害多厲害 如果我們人類沒有給他下指令的話 下得越清楚 那當然他就沒有所謂的反應 會正確 所以各位不要在聽信別人在那邊 胡說八道 大家都在炒股票用的 你看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假議題 亂編 當然 這個是蠻不錯一個工具啦 譬如說 我現在這樣 選單幾個指令 給他之後 條件給他之後 他就會產生出很多結果 好我們再回到 第二個 好那第二個 我們再來 這一個 那這個我們可以從頭 看一下 我就問他說 你能不能做一種輕快的曲子 他說可以 啊可以 你就被他騙了 好 我以為他真的會產生 那個曲子 沒有 你要產生曲子的話 是要 另外一種的 人類另外一種的AI的模組 那ChatGDP 你從他的那個App的名稱 以及模組的名稱 你就知道了 Chat就是聊天 那聊天是什麼 那語音 我都是用語音輸入 下方這個語音輸入 他就回答你的是文字 結果呢 他就說我做好了 然後我又問他說 我怎麼沒有聽到 你看他說很抱歉 由於我只是文字形式 無法直接播放音樂 我只是在描述這個 元素 氣氛氛圍 那你就知道了 好 他當我在 問他說 幫我寫一個網頁 他說 我可以寫網頁 那我要 加條件給他說 可以放在PHP語言後端 關於3C的網頁 他就開始產生了 那這個比較複雜的 回應 他就 等待的大概差不多 快30秒才出現 那 因為寫程式是我的專業 那就 他就把 各位可以現在看到畫面 他把程式把已經回應給我 好 這個就很準確 可是網頁不只是這樣而已 你還有圖片的插圖啦 其他的語法等等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有藍色的部分 藍色的部分這個是PHP語法 直接插進來 那 他也幫我寫了說 預設 這個是 找一個翻譯示範給我看 當然如果說 繼續問下去 條件給他越多 那各位要注意的是 你也要懂會寫程式的你才會 知道怎麼下命令 下條件給他 你懂了嗎 所以不是他也不是無中生有 各位不要 被其他的報導嚇唬到 那這個陣列 當時他的陣列語法等等 陣列 陣列要回應出來 他的語法不管是網頁的HT面 或者是這個 PHP的語法前端的語法 都是正確的 那 這個部分 他也有說明 請注意這個簡單的示例 那我又問他說你有辦法生成突變的 他說有辦法 有辦法其實他還是文字描述 或者是說 他的模組 你付費的模組 才可以 有這個 功能 當然我這是免費的 我就加上 尺寸要多少啊 美女要汽車啊 當然 現在這個 條件就是說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各位可以把它想成是 我有個目的 有個想法 你再去告訴他 那這樣的話 他就會產生很多 整合性 有篩選過 有融合過的 內容給你 當然這個內容 你自己要再篩選過 各位要注意這個 缺的GDP 沒有那麼厲害啦 那我又問他 有什麼不同 他說我有 較高的 複惠水瓶 回應時間 客製化 等等等等等等 很多的功能 那我要問他說 你知道Firemaker 這個資料庫囊體嗎 他說 我知道 這個回答就蠻正確的 因為這個也是什麼 這也不是什麼 秘密 這個是Firemaker 這個 Database 這個是 蘋果公司的 這是Apple的 那我就問他說 你讓我寫一個翻例出來 資料庫囊翻例出來 這個回答這個就蠻正確的 順序也對 步驟12345 腳本 腳本也跑出來了 這個腳本也是很簡單的 那 當然這個腳本 也是就是說 在Firemaker裡面 這個 腳本就是 他的 語言 程式語言 在控制的 他也是寫得很簡短 那當然我自己本身對於這個 也是很內行的 這我時常在使用的 那 也就知道說 我原來 他這個不錯 回應的不錯 當然你要再有好的結果 或者是 這個 複雜的 程式碼 當然 我就要再下 更複雜的指令給他 以及需求給他 他才有辦法 產生出來 那 今天 我們再來就是 隨意的在示範一段 我們回到這個 New Chat 好 那我們這邊要切換語言 用中文來問他 Hi 這一週的天氣如何 好 我們就傳送 他可以語音輸入 我問他天氣如何 他竟然回答我 這樣 很抱歉 我無法提供正確的天氣資訊 我建立只要對話 城市才會來 祝你有個愉快的宇宙 所以說吧 他不是萬人的 也不像一大堆 胡說八道的 亂報導 他沒有那麼厲害 各位也不用去擔心 這些問題 那我們再來一個結果 再問他一句 幫我做一個 簡報 這個我們時常會用到的 他就開始跑了 到哪了 他的 這個免費版 有一點 意思就是說 比較多的細節啦 那我們就再來 給他 關於健身的 以及減肥的 開始他這樣拍 他就開始跑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像這種 譬如說我們要製作PPG 這一類的 這些簡報啦 文案啦 這個就很方便 這是我們 很好的一種 隨身的工具 在我們手機上面就可以 可以有直接 有可以直接回應 幫助我們省略掉很多 這個 腦袋的思考 跟 無聊的打字 好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希望這一期 對大家有所幫助 好 謝謝各位 記得訂閱喔 拜拜 拜拜